收看九室要客室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7点58分 地震的时候 你各位在哪里 可能有的人在通勤 可能有人在家里 可能有的人已经在开会 在办公室 可是问题是 今天7点58分这个大地震 真的吓坏了 太多太多人了 我那时候在家里 我家18楼啊 我冲去客厅 扶我家的公仔 我家有很大的公仔 我冲去客厅那个路上 我连走都走不稳 那个荒子真的吓死人了 所以后来发现 7.2级大地震的时候呢 专家说威力相当于 32颗原子弹啊 这么大的威力 就在我们的花莲 就这样子引爆了 32颗原子弹的威力呢 造成花莲多处 民宅的倒塌 死伤人数呢 现在正陆续回报当中 但是包含新北环状 现在中和的中原站 造成捷运梁柱的高空 轨道位移 他等于整个断裂 等于环状线断了一大截 另外呢 包含大清水隧道 就是在花莲的清水隧道 杂重一位杀死车司机 让他不幸当场生完 现在花莲就如同孤岛一样 火车 公车 甚至来自于飞机 都停飞啊 甚至呢 整个花莲现在的救灾状况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状况 所以今天节目呢 一开始来跟大家讨论 到底今天早上7点58分 这个大地震 对于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另外呢 真的是 我坦白讲叫做县世报 真的是叫什么 打脸生 早在两三天前 国民党立委徐欣盈 就主张要干嘛 删除特别预算 动之弹书 内容是什么呢 国民党立委徐欣盈等18人 近日提出预算法83条跟84条文的修正草案 这个修正草案是什么东西 主张删除特别预算 因紧急需要可先动之的部分预算弹书条款 但是问题是 特别预算本来就应该是在紧急的时候使用的 你把这个弹书删掉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当时就有行政院官员说 一旦删除 若发生经济大萧条 或大地震 将无法预先指引 这种提案真的是乱来 刚刚把提案送出去 我们台湾就遇到了一个 继921以来最大的地震 请问如果今天给国民党当家 这个案子如果真的被国民党通过了 我们的救灾预算将何去何从 所以我们节目晚点也会讨论 这件事情到底国民党乱搞 会造成台湾何者的动荡 另外这件事情 也是我觉得很夸张的时候 与此同时 马英九正在中国参访 马英九到中国参访 找到哪里哭到哪里 昨天去中山故居又哭了 今天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又哭了 这我都尊重 这是马英九个人的情感宣泄 可是问题是还记得吗 他去中山故居的时候 去年去是有讲中华民国 他讲民国嘛 这次中华民国不敢说 大家还记得吗 马英九去中国之前 马办的执行长肖续成直接说 台湾不是国家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可是我想问 就是这个 国父孙中山临终前留下七字真言 和平奋斗救中国 请问国父孙中山的嘴巴里面的中国 是中华民国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历史小常识 国父孙中山1924年四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在北京成立 相差了25年 当时国父孙中山的中国 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马英九 你去了中山故居 你知智不敢提中华民国 请问你还有脸称作 你自己是国父的信徒吗 到底谁背弃了国父思想 到底谁背弃了国父的遗愿 和平奋斗救中国 我们今天节目来好好跟大家讨论 进入节目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今天来宾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 李公南 黄串霞 川晓哥你好 大家平安 第二位是财经专家邱敏宽 宽哥你好 郑昊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北市议员赵一翔 一翔你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第四位是最近在立法院 不断的跟国民党奋战的 立法委员林楚音 楚音姐你好 好 郑昊大家就平安 真的有点辛苦啦 是 讲不听啦 对 对不对 你看看你开场讲的 那个特别预算叫他不要删 就硬要删是不是 对啊 硬要把特别预算改正 结果呢如果真的给国民党执政的话 改掉的话 现在地震连救灾的钱都没有 没错 尤其是傅昆琪 你现在花莲受伤这么惨重的时候 还是说只有你同意的 你认为需要的才是需要的 国民党觉得特别才叫特别 对 国民党的世界特别才能够 成为特别预算使用者吗 是 所以我们等一下节目也会好好讨论 可是问题是我们进节目讨论 所以现在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大地震的综合报道 车库的店家铁卷门发出剧烈声响 越摇越大力 民众赶紧往外移动 边走还一边听到疑似瓷砖掉落的声音 可以看到整栋建筑都在左右摇晃 这是4月3号早上7点58分 瑞士规模7点3地震的当下画面 回顾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的921大地震 瑞士规模7点3 总共有2000多人离难 29人失踪 有1万多人受伤 另外有10万个房屋损毁 而这一次规模7点2是921以来最大地震 我讲它的规模跟比921小一点 它规模到7.2 921是7.3 那台北这边我们感觉特别厉害 跟921很类似 其实它就是我们台北的盆地效应的问题 幸好这次震阳不是在台湾本岛 而是在外海 921大地震震阳在南投积极 当时预估威力有46颗原子弹 这一次规模7.2 地震测报中心说也是差不多46颗的威力左右 诶宽哥今天早上7点58分 那个地震真的很大 没有错 而且后续不断的有余震 余震啦 我自己在家里18楼我冲去客厅 我是这样摇摇晃晃走 就我没有办法好好走 所以到底今天早上发生什么 没有没有 这就是真的是太震了好不好 这时候开这种无聊玩笑 所以呢到底 今天整个台湾发生什么状况 今天早上7点58分 台湾发生的瑞士规模7点2的一个大地震 还好它是在受风的一个外海 再加一点点就跟921同级 但921是在车隆浦 那个是在内陆的一个地震 那是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伤亡 地震深度是15.5公里 最一样在花莲县政府 南南东方25公里 我们台湾刚好处在三个板块 那个三个板块就刚好是在花莲 它顶上去 那这次地震专家就说了 威力相当于32颗的一个原子弹 但因为目前很多的地方灾情 陆陆续续都还在爆 不要说在花莲 连台北很多的招牌全部掉下来 我刚才开车过来三立的一个路上 包括了高架道路 包括了高速公路 好多的路灯也掉了 好多的整个所谓的路牌 全部都掉 他也都不能动 而且这次呢在早上的时候 因为刚好瞬间都已经达到了 所谓的高铁跟捷运的一个停止点 所以很多的人都困在高铁站跟捷运站 他们也出不来 那目前蔡总统已经指示国军 要来整个协助救灾了 但这次很多的地方真的是触目惊心 我们先来看目前花莲有两栋楼是直接倒塌下来 一栋五层楼 一栋八层楼 一栋是天皇新大楼 我们来看新北的一个黄钻线 新北的黄钻线那时候盖的时候就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像文湖线 文湖线那时候盖的时候 文湖线旁边两边的房子没那么高 所以它大概是在整个大概六七公尺高 环状线因为在中和 中和所有的人已经是都盖大楼了 所以各位指示看 它是一根柱子往上顶 两根线路集结在那边 它到底是个T字的感知 没有错 所以本来它就允许有部分的一个位移 但这次位移的真的是有点夸张的 为什么呢 居然从下面往上望 整个轨道都已经偏移掉了 这很夸张 这个是完全明显就是没有接在一起的状况 就整个都已经错开了 那目前所以说 目前新北环状线的话 今天早上还有一则乌龙之类的讯息 因为大家突然间看到那则的讯息 后来确定是新闻物质 本来是说新北要停班停课 后来确定这是一件乌龙 插播一则重要信息 许贵亚现在在线上 那我们再来看 大清水隧道的一个落实的 后来砸中多辆的一个沙石车 因为所有的沙石车就陆陆续续往前走 各位都晓得 我们台湾其实分成很多不同的一个板块 而整个在宜兰跟花莲交界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清水断崖 那其实是一块破碎带 那现在傅崑奇他又说他要花莲的高铁 他一下子又要去动所谓的特别预算 这个其实很多很夸张 但这次的地震希望大家都平安 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由衷的说 所以我们今天开头都也不敢说说笑笑 因为我们怕有很多山王的 灾情现在陆续传出来了 现在现在传出来是有登山的 有三位还是两位 我们希望他们都平安 因为陆陆续续的消息都还在出来当中 但我们现在就来看 就在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很多事情在这边附近发生 其实我都非常生气 马英九的事情 其实我也是生气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花莲现在的画面 其实确实有非常非常多地方 尤其是花莲是重担区的 今天很多的人 我这次预估 在全台湾会超过十万台的电视要买单 因为很多电视他没摇好 或者是说因为最近的电视柜都做比较薄 他如果说是那种大台的五六十寸的 倒下来直接趴到整个客厅 楚云姐家的电视就要重新了是不是 他就会直接完蛋掉了 已经就是直接今天就再见 他就离开我们家了 然后好多今天早上的上班族 到整个办公室去也都疯了 为什么呢 整个包括了电脑倒的倒 文书柜倒的倒 最怕的是养鱼的 很多那种鱼缸 风水柜的那个鱼缸 摇一摇水摇出来也就算了 如果他整个摇破了 那个会是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直接来进入这段的重点 最近有蓝营等等18人 由徐新颖所提出来的预算法第83条 及84条逐条修正案 我们这边不念内容 我简单的说 过去的特别预算怎么预知呢 当发生了天灾人祸 或不可预测之事物的时候 政府基于紧急救难或特别救助 我可以紧急来动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 简单的说白话文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徐新颖他们就说 他们要把这个所谓的 为什么叫做动之弹书呢 就是说他要把这个预算案的弹书 把这个弹书拿回来 政府不能直接拨动 你们民进党都乱用 民子民膏 他们是这么说 但我这时候要来先谈论到几件事情 我们现在谈徐新颖 各位还记得国民党之前 在花莲的所谓的共进营的黑卡事件 根据蓝营立委的说法是 徐新颖当天就是他们据传 他单单在五星级饭店房间就开事件 徐新颖自己开事件 他带他的家人去 这是蓝营的立委说的 所以后来才产生了朱立伦的黑卡事件 好 你今天在共进营 你这样子用你们国民党的 你就可以这样大吃大喝 当政府需要特别预算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18个人 要来阻止这种所谓的预算修正案呢 我觉得这打脸深圳来得太快 没有错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4月1号不是今天 不是今天 是昨天嘛 对不对 前天 前天嘛 对不对 当时就有记者 那个熟悉主记的行政官员表示 你把特别预算删掉 你遇到大地震 遇到大萧条 你就没办法预宣之意 没有错 徐新颖 如果你这个过的话 不好意思啦 花莲的重建 等明年再说啦 我们这时候就用一个最简单的画面 给各位说 例如说像今天 今天因为目前包括了花莲 第一个抒发公路已经过不去了 铁路目前是停的 飞机能不能走不晓得 所以很多的画面陆陆续续 排都不能回来 那我就问各位 像这种所谓的突然间的天灾 或者是发生什么人祸 你要紧急动用预算的时候 你的预算不够 从哪边啊 各位从哪边啊 就是特别预算嘛 就现在特别预算 你要把整个政府的一个使用给动掉 你可以说我的预算的高低 可以来做调整 这个可以讨论 但是动之但书去停止 我们来看喔 从民国26年4月27号开始 相关的条文就有一直修订嘛 一直修订嘛 但我一直跟各位谈论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是 这个叫做特别预算 什么叫特别预算 我正常的预算已经开出一个预算来了 我另外放一笔钱 这笔钱呢 它其实就是 当整个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紧急拿出来磨用 那我可以紧急拿出来磨用就是 我政府一定是 来不及的时候才用嘛 我不会突然间就拿出来用嘛 但你先把这个去用 所以说这种提案 真的是乱来 但这次呢 刚好碰到了花莲的事件 碰到了地震的事件 碰到全台湾很多地方都需要修 都需要去修补 需要来整个 连国军都要出动 连国军都要来出动 协助就在 那这个点 到底 这个法案过不过 现在全台湾的人民 通通都在看 是 这样谢谢敏川哥的分享 我想问一下这个 这个 褚英姐 因为重要是想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今天早上这个地震的时候 你在干嘛 然后遇到什么状况 因为其实很惊讶 我听李坤诚说 他好像在主持委员会 他主持到一把他躲在桌子底下 他吓死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 这个特别预算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乱搞 就说 国民党好像好不容易 立委人数比民进党多 给他们一执政之后就乱搞 他就说我要修特别预算 为什么 其实他讲什么 民进党那时候约疫情的时候 乱花钱嘛 他们就是要呛这件事情嘛 对不对 你也不想想看 疫情的时候 民进党边界的特别预算 你们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难道没有拿到钱吗 有啊 你们国民党支持者 没有拿到补助吗 你就硬要讲民进党贪污 到现在一个贪污都没抓到 反正不管 他就是要删除 好 他如果要删除之后 那就提醒他 发生大地震 没办法预宣之一 真的打脸声 来得真的很快 那请问花脸现在要怎么办 是 其实首先我先讲一下 因为地震是来在七点多的时候 七点五十八 那今天我们国防委员会是考察 所以我本来决定去参加的是 魏环的公听会 是 所以我大概是七点 准备八点钟要出门 就是要出门那一刻 对 天摇地动 然后呢 我们家就是那个现在宣布 可以促进一下台湾经济发展 我们会买个新电视 我们电视机 掉下来 就是整个平面电视 他就放在桌上嘛 对 然后呢 晃晃晃就一直推推推 因为我们家在十二楼 是 所以整个就往下倒就 啪 然后你等下再抬起来之后 你就发现 我第一次看到原来 平面电视是会裂掉 对 就中间有一条线 对 有没有 从左边到右边 对 然后我们家的冰箱呢 我一直都认为 冰箱不是都密合得很紧吗 对 有时候你拉不上很用力吗 对 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家里 大概就是 嗯 所有的 能够飞出来的都飞出来了 冰箱也摇出来了 对 就是 门开了就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门就打 门被摇开了 是 所以呢 就是什么蜂蜜啊 对 沙茶酱啊 酱 松露酱油 松露油啊 对 果酱啊 那你原本要出门 你后面光散后都散后半小时 搞不定吧 所以这时候我内心就想说 那是另外一个人去散后 我就想说反正也不见为敬 我就拿出哨把 把他们通通推在 同样一个地方 哦 集中管理 集中管理之后就想说 那晚点见再见 哈哈哈哈 好 那我要讲的是 像我们家这种都是小状况 对 那反正 人没有受伤 回家打倒一下 花点钱都可以搞定 但是 这后问得非常好 就是刚刚 敏宽讲的那些 公路 花点了 房子倒了 公路断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重大的公共建设 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先提醒大家 为什么叫特别预算 那就表示说 它平常没有编列在 年度预算的金长门里面 对 也就是说你原本已经规划好的建设 已经排在年度预算当中的这些 就是你可能原本就计划好的 可是你遇到像这次像这样的大地震 对 包括这个就可能不是年度预算可以支应 因为当然年度预算 有一定会说 那年度预算难道没有造桥铺路的吗 没有修缮的吗 有 但是它不是要盖环状线吗 环状线已经盖好了 它不是要盖书花改啊 对 所以这些都是额外多出来 而且它的费用不小 因为如果说今天只是破一个小小的洞 我们补一下 东挪西挪还行 对不对 好这像我们家原本没有编列买电视机的预算 但是现在一近世纪已经到了不是修补就可以了 已经打不开 那你要重新买一个新的时候 它不在年度预算里面 那你就要编特别预算 但是我真的认为 这就是老天爷要告诉台湾 告诉现在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 你不要乱搞 因为从过去刚刚正好提到的 COVID-19疫情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津贴 很多的补助 还有一些 其实大家现在都 国民党就一直纠结在 疫苗 但除了疫苗之外 这些药品 包括医护人员的等等的 还有补助啊 计刃车的补助啊 观光业的补助啊 没错 各县市的补助啊 这些都是特别预算 可恶的是什么 国民党 他现在用预算修第83条 让大家 现在执政的民进党 没有办法用特别预算 但是呢 包括傅宽奇在内 一堆国民党的委员 提了一堆特别条例 特别条例是什么 就是说给你一个法员 可以去伸出一笔钱 来做特别预算 国民党觉得特别就是特别 太荒谬了 对 就是这句话 现在国民党觉得你特别就特别 国民党觉得你不特别 你就是个平凡人 好不好 所以呢 他们自己提了 傅宽奇就提了三案 还有几个国民党的委员呢 中部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像廖先祥呢 他们都提了一堆特别条例 那特别条例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要特别的钱 特别预算 所以就妙了哦 现在有人是要删除特别预算 像徐欣盈这样子 那有的人呢 是要还没来得及删除以来 先提特别预算 那这个国家 现在是怎么回事 就是完全乱了套 就是乱搞吗 我觉得这是不可行的 那么我也希望 其实各位朋友 我希望 遇到今天早上 大家一定都震撼教育了 我们是可以 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就是国家的钱 该怎么用 但是绝对不是像国民党这样 一手打不能用特别预算 让你现在这些 遇到紧急灾难不能使用 但另外一手 又在提很多特别条例 准备要用特别预算的钱 这整个就是荒谬跟莫名其妙 对 我觉得真的荒谬 又是莫名其妙 因为其实网路上 有人扒书出来 民国26年4月27号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国民党 就已经有定 说什么呢 不定期或数年一次的 重大正事可以做什么 做特别预算 你看 有左列情势之一则 行政院得于年度总预算外 提出特别预算 其中一条 包含不定期或数年一次的 重大正事 就包含地震 包含疫情 对不对 你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国26年的时候 就有特别预算 我再问 你马英九执政SARS的时候 你没有编列特别预算吗 你马英九执政 那时候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921是 SARS不是马英九 那921地震是马英九吗 921是连载 对嘛 那你921地震的时候 没有编特别预算吗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马英九是八八风差 八八风差 一定有 就是大家执政八年 都会遇到意外 你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把所有事情都说民进党贪污 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请穿上看来到这边 另外一个没有必要的事情是 我觉得马英九真的没有必要去中国 马英九真的没有必要去中国 马英九去中国真的把国民党害死了 因为马英九去中国 每一次画面 每个哽咽 每一段对话都在帮国民党扣分 马英九去孙中山故居的时候 中华民国不敢说 但是却哽咽地提 自由 民主 均富 统一中国 可是我们制作人说 你马英九少吹牛 国富的中国指的叫做中华民国 为什么你马英九不敢说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因为其实历史上一直在考虑 和平 奋斗 救中国 是在孙中山据说 弥留的时候所讲的 可是其他在场的人 都说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只有一个人说 他讲的就是和平 奋斗 救中国 谁说的 这个人叫汪精卫 汪精卫就是说 兵兄赞违啊 我们要跟日本和解啊 我们要跟日本谈啊 我们不要打仗啊 感觉气氛对不对 怪怪的哦 汪精卫哦 怎么跟马英九一取同工之妙呢 第二个呢 其实他去了这个故居之后 你说去年去的时候 还会说我当过这个 对不对 然后去了那个什么 然后中华 点点点民国 什么这道的孙中山这边 完全不敢讲呢 其实是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哦 脖子被掐住了 有的地方被扰住了 不敢讲话嘛 一般讲紧箍咒 紧箍咒为什么 你讲脖子就过分了一点 脖子是宠物 不是 脖子是因为 掐住是说 4月8号 要不要见你 要不要给你握手 看你现在表现如何 如何我再决定 对 所以呢 他到孙中山顾局以后 不能讲还在哽咽 两岸共创和平繁荣 是我们这一辈中国人最大愿望 那是你的愿望嘛 我就问嘛 国父的中国人是哪个国嘛 这里面就是 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共和国还没建立啊 我再讲一次嘛 国父是在1924年不幸 因病 往生的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在北京成立 国父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相差25年好不好 而且马英九又讲错了 说访孙中山顾局又哽咽了 对不对 自由民主均赴统一中国 孙中山没有讲过统一中国 孙中山那个时候没有 但是呢 马英九又错了一件事情 他跟郭台铭很像 每次在重要场合的时候 都要练国父遗嘱 对不对 国公里面主要讲了一句话是什么 联合世界 平等对我之民族 共同奋斗 现在世界哪些人平等对我们呢 美国啊 美国啊 日本啊 连菲律宾 加拿大啊 就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你这个句说错 所以该哽咽的是孙中山 我的后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说哭了不该是马英九 孙中山如果在天有 你看到马英九这么德性 是孙中山哭 是哭啊 对不对 我的后代 我叫你要联合共同 平等对付我的民族嘛 你怎么跑去那个专门欺压我的民族呢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然后另外一个呢 去到黄花岗 这个是最讽刺的一件事 你知道 马英九有去了黄花岗 你知道二十年前 有一件事情 那我印象深刻 二十年前的时候 不是国民党 有一次那时候你应该也在国民党 上街头 围住凯达肯南大道吗 一个多月嘛 然后那时候国民党党部 还在警服门那边 还在顶楼嘛 那有一下我就看了 一个多月国民党那边人 混在那边 无所事事 对 然后除了凯达格兰 共和国夜市很丰富以外 对 没什么干 我就说跑到副主席办公室 有副主席 有很多的 包含马英九的老朋友 书记 一堆人都在 我就说 你们国民党在搞什么 孙中山 黄花钢72列市 还有那些人 他们当年是怎样 最会带动群众的 最有原则的 最会抛头颅 撒乐学的 你们卧卧在那边 一个多月干嘛 我就问 黄花钢72列市 是推翻极权政府 对 那现在全世界最极权的政府 是什么 结果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他们拍拍 有一个副主席 就拍拍我先吧 创下你太年轻 你不懂 抛头颅 撒乐学 推翻极权政府的人 都在黄花钢 所以他们现在 留下来的国民党 就不是那种人嘛 所以马云走 会抛头颅 撒乐学的DNA 早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灭绝了 都在黄花钢 所以你马云走去的时候 应该感到的是 丢脸 羞愧 而且呢 你马云走 做了一个不良的示范 这个不良示范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出发之前 你马办 还要告诉你说 台湾不是个国家 对 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是属于中国一部分 所以呢 有一个团体 叫做回春丹的人 你确定你搞得清楚 回春丹是谁吗 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他们吃了回春丹 因为他们中国 逛西 独立摇滚团体 其实它就有大问题了 对 怎么可以叫独立呢 应该叫做 统一摇滚团体 对 这样子才不会出事 这个是散播分离主义 对 怎么可以取名叫做独立呢 那个二十一条 二十三条 小心一些 二十三条 然后呢 他们邀请来参加我们的 整个的台湾季的音乐季嘛 对 就在他们的推特 那个IG里面 竟然想说 中国台湾 即将要来中国台湾巡演 巡演 结果呢 引起了台湾人 年轻人的一个愤怒嘛 其实我觉得是很白目啊 我就问回春丹 去北京的时候 他会特别写中国北京嘛 不会嘛 我今天要去北京巡演 就北京嘛 北京嘛 我香港巡演嘛 就新疆嘛 因为一要加个中国台湾 不就是你在自我审查吗 自我审查被我们骂 不是刚好而已吗 他们就怕他们以后来到台湾 没有加两个字之后 对 你看 4月1号在IG里面发表 从广西到中国台湾 明天台北开路线 你为什么不写中国广西 广西是独立的是不是 广西独立乐团嘛 所以已经承认广西独立了 广西给你独立 我从台湾不能独立 是很白目嘛 你如果都写我就认了 中国广西到中国台湾 你就一写广西 奇怪 他可能发现说写广西 忘了写中国之后 会有麻烦 所以赶快加了中国台湾 可能回去可以回春 那你不能起要 从中国的广西到台湾 这样也OK啊 中国广西到中国台湾 到中国的屏通 可是你就知道 这里面其实代表人心的状况 我们骄傲的是什么 我们是实践了孙中山 联合独立平等 对我这名独 共同奋斗 我们已经是主权在民的独立国家 所以你们再扯这些 插这些屁 没有用 所以台湾的年轻人非常愤怒 我不要看你哥 我不要听你哥 通常台中取消 他昨天在台北举办的时候 一堆人去抗议 听说温朗都没跑去臭热闹了 听说温朗都没跑去臭热闹 多少台独齐驱在那边 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台湾人的骨气 所以这里面其实出来一个非常清楚的状况 就是你马英九想要去取悦 是没有用的 你这个没有用之后 其实真正的国民党好不容易 刚刚你讲的立法院 终于变成了多数 吃了回春丹 结果就失控了 非常谢谢川大哥的分析 我觉得很简单 你今天要到一个国家来演出 我都欢迎 可请你尊重这个国家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你中国人不是最喜欢讲吗 别人不可以吃中国饭 砸中国锅 那你回春丹来台湾 你怎么可以吃台湾饭 砸台湾锅 我觉得这很基本的 所以回春丹你写这什么东西 我看了就觉得心里很七七八八 从管西到中国台湾 你为什么台湾硬要加个中国 你就明知道台湾不是中国 你才加嘛 对不对 就什么好特别讲的 结果好了 屏东马上就取消你的演出 结果我们的Lexy专场 还是让他来演出 因为他是付钱的 没办法 你还是来的时候 现场来一大堆台湾独立 光复香港 那那那那那 然后呢 现场来了一大堆 小熊维尼 好不好 然后呢 主唱 问台下观众 要不要合个影呢 台湾人为言 纷纷拿出台独旗 跟小熊维尼旗 来跟他合影 你是地下乐团 你是独立乐团 我笑你不敢把这个 独立两个字讲大声一点 对不对 回春单你是独立乐团 我笑你不敢把这张照片放在你的微博 你如果敢放话 我马上转发到我的Facebook 然后帮你按赞 我笑你不敢转发嘛 还独立精神 结果呢 结束之后呢 回春单还走后门 对不对 慢慢走 然后台湾民众一边举着台独旗 一边干嘛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欢送回春单 所以我想问一下 回春单事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不是中国台湾 可是有一个人叫做马英九 去中国的时候 不断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来一箱你来分析 李正浩你说你如果回春单发这个照片 你会按赞 我跟你说他根本不缺你那个赞 为什么呢 他有两个关键的赞 马英九给他按个赞 萧续成一给他按个赞 萧续成给他按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说法 其实是完全符合到马英九的世界观 马英九认为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 你中国写中国台湾 这当然是马英九可以接受的 所以已经按赞了 我看到他确实贴文是1200多个赞 我真的蛮想去看 里面这里有没有马英九三个字 是 重点是什么 这一次马英九的行程 他去中国 你可以看到 我们先不讨论回春单 去中国 几乎就是完全配合国台湾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 非常合理的怀疑 为什么呢 他去做的事情 似乎都是在帮中国进行什么 就是大外宣 你看第一天去做什么东西 去被中国制裁 被美国制裁三次的大疆 大疆 大疆无人机公司 我刚刚正好讲 每年都被制裁 被美国2020年 被美国商务部制裁 2021年被财务部制裁 2022年被美国国防部制裁 为什么连续三年被制裁 制裁的不要不要的 第一个新疆人权问题 但第二个更重要的呢 就是大疆是所属在中国 所谓的军民融合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今天根本分不开 什么是民间的高科技业者 什么是为解放区 做研发的业者 因为为什么 是同一个体系嘛 同一个来源嘛 那换句话说什么呢 你今天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 去看了厂商 这个厂商是在贡献解放区 并吞台湾的企图 没错 所以这就是结果嘛 打仗的时候 大疆就是打台湾的武器 对嘛 那囤讯也是被制裁 这不用说 但再来 他不是去了这个 孙中山的故居之后 要跑去看什么呢 跑去看这个什么 香港租海澳门的一个大桥嘛 对不对 这个在香港也是很大的争议 那是统治香港的桥梁 因为你从司法的管辖权 大湾区把香港给取代掉 对 司法的管辖权 环境的问题 非法观光 甚至于廉价观光问题 全部都是在大桥所产生的 是 你马英九去背书干嘛 对 但是你背书原因很简单嘛 这个也是为什么 他不敢讲中华民国嘛 你去做了这件事情 你拒绝讲中华民国 你才有入门门票 是 入门去哪里呢 去中南海看习近平 对 我觉得这是现在 马英九所塑造的一个感觉 那回过头来讨论最后一次这个 回春丹的事情 回春丹 他是所作所为 其实他在暗承认什么呢 就是中国确实是没有台湾的一个统治权 因为就像刚刚正昊说的嘛 我如果是统治台湾 我干嘛写中国台湾 干嘛硬写 我就是硬要写 就是因为我没有嘛 谁会怀疑北京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全世界都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没有台湾的统治权 也并没有 所谓所属在中华民国之上嘛 对 好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世界的认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什么 中国 对 中华民国等于什么 台湾 是 这我觉得也是符合 多数台湾的认知啊 对 所以你当违背这个认知的时候 你当然会被民众制裁 但此外呢 你国民党如果持续违背 这个认知的话 只会被国际社会拖棄 而同时 你一辈子赢不了选举啊 因为你的 基本上你的国家认同立场 就没有符合到 多数台湾的自我认知啊 所以我就说 回春丹这个概念 他其实彰显了 国民党 近期内 应该离选举的胜利 还是有很遥远的空间 是 邝哥要补充回春丹吗 不是 我要跟各位谈论一下 其实我们如果把 重局来看的话 第一个 马英九他只是样板 为什么呢 昨天拜登跟习近平的 电话连线当中呢 其实谈了很多的一个问题 但大家只注意一件事情 整个习近平对拜登说 对于台独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完全的落实 但根据今天早上 日本的共同社 跟德国之声的一个说法是 最新的一个讯息是 包括美国 日本 英国 澳洲 跟菲律宾 有可能会五国安保联盟 那这个五国安保 不是五国安保哦 为什么呢 他其实是西国安保 他对抗的就是中国 为什么呢 日本跟韩国其实 共同指挥权是在美军的一个身上 对啊 中间加了一个不能谈的 就是台湾 是 就是叫做平准对我之民主 平准对我之民主 对啊 我们要跟他们多互动 我只补充一个小小的资料 就是这张图我最近常拿出来 这个是政大的选举研究中心 有关于我们 对我们台湾同独义式的 长期调查 对 长期调查 那这是他这一次公布的二月的 我是台湾人的这个部分哦 我觉得 其实 跑出 哎 跑出 来来来 现在可以开跑出不认可的照片 没有没有没有 倒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大家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2.4 哎呦 马英九以前还有9% 他现在是代表2.4% 是 所以对一个2.4%的人讲的话 还有整个我们台湾的这个 完了我们不要再讲了 这样我们收视率会变低 没有我只是让大家看到这个数字 认清这个事实 是 就是说马英九现在已经沦落到是 讲话只代表2.4%的人 2.4%的人 对 2.4% 马英九你厉害啦 好不好 2.4%你 再来重点来了 关键是为什么中国是个不值得信任的国家 是 中国在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你说连在商业上也不得不值得信任 特斯拉在中国现在变什么 卸磨杀驴啊 特斯拉变那个被杀掉的驴子啊 中国内卷哦 真的会卷死人 那先来跟各位谈哦 特斯拉今年产到什么地步哦 今年特斯拉的股价相对高点在250 昨天已经跌到剩160了 哇 真的不知道该要怎么办哦 好我们来看 马斯克你在清中吧 嘿 特斯拉在中国是不是真的大势已去哦 对 那谢金河特别示警了八大产业 若给中国做会很惨 我们来谈哦 根据谢金河4月2号的一个分析哦 说比亚迪今年第一季的销售是61.2万辆 然后呢 从22年的125万 23年的350万 比亚迪现在已经迈进全国78个国家 现在理想也快速的一个跟上 小米也冲了上来 小米要确定耶 他的车子会甩尾 先来跟各位谈哦 中国他就在昨天发生一件非常诡异的事 上周小米浩浩荡荡的上市哦 那你也懂车你也知道 小米那台车就是 保时捷Tikon的平价版 哦 他简般的说 他就是把三四百万的保时捷的电动车 变成一百多万的小米 一模模一样样 一模模一样样 但没有想到呢 昨天中国酒家的车企 他一口气说 要杀大家来杀 反正你让我不能活 我也让你活不下去 他们现在入门的电动车 都杀到十万人民币以下 九万九千九百 得折合台币不到44万 所以为什么 美国急到要什么呢 美国急到要把中国的电动车说 如果你真的要进口到我们美国来的话 要一百%的关税 为什么要是这样 但重点现在是马斯克了 马斯克现在真的是 人家中国把你的技术全学光光之后 现在要杀了他了 现在我们说 帮助特斯拉 当年马斯克在中国设厂 当年马斯克在中国设厂 帮助特斯拉解决产能的问题 但是你把技术管理跟供应链 交给中国后 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 已经呼啸而至了 为什么呢 我可以做得比你便宜 我可以做得比你好 然后我还可以大灯你喘不过气来 那很多人会说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一开始就处于不公平的原则 它不是大家集资来出钱 它是政府出钱 它是政府出钱 给你免税 要人给人要地给地 要资源给资源 反正呢 连那种内蒙古的地方 它都可以开面板厂的 各位你去想嘛 就是那种很夸张的事情 所以后面呢 谢金河董事长又说了 台湾有八大产业 被中国杀到建谷 所以电动车可能会沦为产业 他说例如说什么呢 水泥啊 石化啊 化仙啊 钢铁啊 等等的 他都讲讲讲哦 讲到后面呢 谢金河董事长最近呢 就念了一下 文茂的陈敬才董事长 发生什么事呢 文茂在台湾是非常棒的电子公司 结果呢 他去中国养猪 赔了20亿 他赔了20亿 他就说要专注在整个本业上 但是我再跟各位说一次 我去年其实有跟欧洲一些 很大的采购商 一起打一次球 他们那时候其实都非常的担心 他们就说 如果你真的开放了 中国的零件 跟中国的电动车 按照他们的生产方式 跟电池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 我先跟各位说 大家通通未来会寸草不生 是 因为他们通通在中国做 把成本压得很低 那你去想哦 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用小米的车来说好了 用整个所谓的保时捷来出 一台要三四百万 他大概赚五六十万到七十万之间 然后呢 你让整个小米来做 小米说 我的成本是150啦 我卖110啦 我赔本我都要卖 各位 做成绿绿啊 每次都出到这种笑的 出到笑的 真的很难活 因为他们的成本观念 跟你的成本观念完全不同 他们的成本观念是加上国家补贴 这概念非常好 非常谢谢宽哥 那接下来 我想问一下这个楚莹姐 因为状况是这样子 中国当然整个商业非常非常乱 可是没关系 中国乱归乱 我们台湾自己该走路要走好 我最近观察到 赖金德主席几件事情 因为他马上就要接任总统 所以他最近的行程 其实都在为 接任总统去做准备 我觉得有两个关键 一个是他开始走访科技业 对不对 大量的往足科啊 他很清楚 台湾是科技指导 这是我们安生立命之所在 他的政治的决定 跟政策的制定 都要跟科技业洗衣相关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开始让更多国防 国安 两岸 外交 这种总统的职权 他开始去接触了 首例 准总统赖金德进恒商指挥所 重申强化国安任性 确保区域安全 今天的新闻 赖金德跟萧美琳 进入到恒商指挥所 去拼取国安汇报 甚至还据传 美军帮整个河山指挥所 做一份安全报告 这安全报告哪里要加强呢 全部呈给赖金德 让赖金德主席 来针对这些来去做处理 所以我想问主席姐 就你观察 中国乱归乱 可是我们的政府 正逐步有序的 在进行交接的动作 我想 其实就像正好讲得非常好 就是对于接下来的总统 赖金德跟副总统萧美琳来说 他们非常理解 对台湾来讲 有两大支柱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国防 就是包括国家的安全 那么前几天 大家都在讲说 这一次的520 到底会有哪些 我们的所谓的外宾会过来 事实上我们不只是 我们原本现有的盟友之外呢 包括欧洲 美国 甚至于日本 等等这些的祝贺团 就是就职的时候 会来得非常多 会有些议员来 是 对对对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 就职典礼会拉到警服门 有这么夸张吗 但是确实蛮多 相亲好朋友在报名 这有点题外话 但我要强调的是说 对于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 上面的重要性 台湾真的不是只是 我们自己的台湾 是全世界的台湾 这是真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在安全防卫的部分 有长期看我们94要 科斯多的朋友就知道 我们每一次都会告诉大家说 对于台湾 不论是在第一岛链 在印太战略等等 我想可能 电视机前面的你 电脑前面你都会背了 耳朵都已经比我讲的还要顺 但是对于准总统来说 我必须讲 对于总统跟副总统 副总统是备位元首 所以过去当然 有一些资料 蔡英文总统一定也会让 赖清德副总统了解 但是有没有实际的这么了解呢 我想其实是 绝对没有以现任的总统来得多 所以这一次 他必须要成为那个 做决定的人 了解状况的人 所以包括让 这个赖清德进去之外 那么我相信因为过去驻美代表 萧美琴 萧大使 他因为在美国期间 也听了非常多 那这一次我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们其实在刚就任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的时候 萧美琴 萧大使 其实有特别的跟我 王定宇委员 还有我们几位 就是我们党内的国防外交委员会 的委员 有一起先有一个参会 我们有聊天 所以发现说 其实萧大使 因为他本身在美国的关系 所以他更感受到 世界各国对于台湾的重视 所以说这一次就可以展现出来说 当中国 你看从马英九 我们刚刚聊到的 再到国民党的这些委员 他们在提案当中 要放宽中国籍配偶 在台湾的年限 从六年变四年 你会发现中国是有一个套路 一手拉 一手打 在不断的在压迫台湾 但是我们自己的准备 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第二个支柱当然就是经济 经济的部分 其实台湾现在上两万点嘛 那么其实台湾之所以 会被这样国际看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高科技产业 其实它是联动的 守住了台积电 守住了我们的经济 再守住了我们的高科技 台湾的经济持续的成为 所谓双核心 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 台湾的经济重要 这样的时候 台湾才持续当中 说实在 我们才不会孤单 对 就当台湾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有实力的人在瞧得起你 所有的朋友才会都来嘛 所以才会带到我讲的 这一次的520 其实国际的好朋友们 不论是国际的自由派 民主阵线的盟友 又或者是我们的邦交国 其实大家都会展现出 挺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氛围 所以我认为 这个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刚刚特别讲到 萧美琴賴清德 为什么破例去试导 我觉得 与其说破例 那是因为在现在必要的 关键时刻 要无缝接轨 国安 国防 是要无缝接轨的 必须就是 519 到520 蔡英文卸任 把棒子 就是那个广告 我们那时候选前那个广告 车子交给 赖清德 萧美琴来开了 有没有 还是要很稳的 开下去哦 不可以说 有什么任何的 来补抗 赶快先了解一下状况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我相信 米党执政 一路以来 不是PRD 对 而且不能开错轨 不能开错道 方向也不能有错 这样子呢 才能够连接到 让台湾整个 顺利的 走在一个 趁确的道路上 是 非常谢谢楚音姐分析 可是我想请 创造课来到这边 因为刚刚我们 特别讲到两只脚 一个是国防 一个是产业 但是也有可能 国防加产业 赖清德主席 现在开始去看 机械工具业者 去高教机产线 了解国机国造 甚至未来我们有 国造ADF战机 这什么东西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其实有很多时候 看到某个场景 会哽咽 有两种 一种就是马英九 让全台湾嫌弃 没错 另外一种呢 当年的时候 当蔡英文就任之后 正式排版 对 我们要做 永一号 开始要第二次的 国机国造的时候 那一天 我正在汉翔 跟总工程师 总经理 董事长 在喝酒聊天 喝酒 没交 吃个饭嘛 对不对 两个人都哽咽了 是 总工程师和总经理 都哽咽了 这才是 金国精神 对 他们是什么 他们就是IDF 那一代的工程师 这才是 蒋经国的精神 大概都是我的老师 我的学长 为什么讲这点很重要 为什么他们会哽咽 我现在都连进花甲了 对 那他们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再做起来的话 他没有想到 他们会退休了 对 那退休之后 三十年没做 那下一代怎么办呢 断层了 断层了 所以蔡英文一排版 对 他们哽咽了 他们要把这个 下一代做过去 当时他们的目标 不是做一个高效机 目标就是 这些人 我们成个经验 传承下去之后 是 把我们台湾的工技区 叫做整个 汉翔的T-10 那个集合起来 A-Team集合起来 要让台湾的航泰产业 继续往前走 ADF Advance 其实那时候 就是这个目标了 那我们这些人 行不行 你知道当时 他们五千个人 五千个人 有十七个绕跑去韩国 十七个中国的 韩国的美国号 就出来了 所以这五千个 他们现在是传承 所以蔡赖兴德 去看的时候 现在他们的总经理 就有把握告诉你说 Advance开始起来了 其实Advance 是这个状况 我们永银号呢 里面其实在做设计的时候 外形就已经有新的设计了 而它又不是只是F-16 不是金国号了 有些机翼会变宽一点 有些升降 那都是在为Adv来铺路 对 Adv来铺路 然后呢 我们不是在改F-16V吗 对 那改F-16V的时候 跟弱马谈得多细啊 对 细到什么程度 召集了数百个新进攻程师 加上这一老一辈的人 要传承下去 对 教的是什么 机电怎么装 对 怎么去设计 这套系统 怎么去配合 好 都做了 那我要问了 像Adv吗 Adv它叫做什么东西 叫做 新一代的防御型 防御型战机计划 对 可到底这个Adv 是什么东西 听说我们的自治率 有望高达95% 95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为什么要 就是要提高 那你就关键材料 我刚刚讲的 机电整合 对 机电系统 不是说你美国 把那套系统给我们了 我们要搞清楚 对 里面是做什么的 对 那这是准备什么 下一代的 然后刚刚不讲那个 F-16V吗 对 F-16V是不是有立中涂料 对 F-16V是不是有整个 整个反射雷达的时候 对 它的一些反射的界面 那种技术 通通都学 所以目前的机率 其实当时在做 有应号的时候 就在铺陈 你看 IDF的自治率是48% 对 然后永音55% 新式初教机75% Adv也可以到95% 95% 其实这里面 就只剩下 最后一期 那个是最难的 引擎 我们从IDF的时候 就会做引擎 对 但是出了一个状况 那个刚出不来 后段 对 后段 后栏期还有高温高压段 对 那个呢 叶片做不出来 对 但是刚才那个赖星德 也去看了我们的机械业人 对不对 我们的真的帮忙做 航太工业的 包含是在台南高雄那边 一带 一个很大的机械工业 它已经有六轴加工期 六轴加工期 一个大的材料进去之后 两层楼高的机器 对 就帮你给车出来了 对 六轴切割 列额切割 列轴加工 那现在最麻烦的 最后5% 就是看 材料科学 材料科学 材料科学是什么 因为最后那个叶片 对 至少是3000度高温 对 几千度喷出去的火 然后30大气压 对 那那个叶片 那个金线 它要 要里面呢 如果专业的名词 叫做homogeneous 对 金质化 掌金 那个金线 金属掌金 要完全一样 对 可是 有没有做准备 所以其实 你这个准个准备 刚刚讲的 那个赖清德的 稳健接班 蔡英文做什么准备 这个时候 我们中科院 他们叫做 资女心计划 有个资女心计划 资女心计划 就是要我们资女 要把资女心 继续做出来 对 里面有个关键 他们跑到竹科去 哎呦 我们竹科 最厉害是什么 晶圆嘛 对 那晶圆那个晶片 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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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率要99嘛 对 那个就专业 就学过理工 叫涨金嘛 涨金 那你的晶片 里面的金格 没有空隙 对 没有任何的瑕疵 对 没有迪士location 那当然那是心理孔 对 那如果把这个技术 学过来 里面的电磁控制 里面的怎么样 能不能金属做到 如果能够做到 这个95就能突破 是 那现在不能做到的话 那就是跟以前的IDF一样 对 美国合作嘛 对 但是合作里面呢 后面的问题就是 那能不能直接跟美国买 有点麻烦 哎呦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这个东西 我们最会跟人家买的啊 不是 通常我们跟美国买东西 尤其是这个 买不是比较简单吗 这个会牵涉到习近平 看拜登又要通电话了 哎呦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台湾关系法 六项法案 对不对 六项法寨 因为我们刚刚讲 我们这个ADF 自己的国际国道 有几个关卡要过 大部分的零件 我们都可以做出来 一个讲的就是引擎 机电战斗系统 对 一个是引擎嘛 很难 它里面有这个材料科学问题 另外一个 先进防卫战机 ADF要具有 低雷达识别性能 什么叫低雷达识别性能 就是可以抓到 隐形战斗机的这东西 这个不是我们最近 有买了一些假仓了吗 是 F22不是有一种假仓吗 战斗假仓 红外线的假仓嘛 因为如果你可以 对雷达包做反射 把它可以折射 但是你的红外线 你的热源 这个部分 也在接着进去 因为美国F22 不是有一个新的吗 对 F16B 对 也有新的战斗假仓 因为我们的新一代飞机 可能要对到中国的 歼20 对 可能要对到中国的 歼25 这些东西 中国的隐形战斗机 如果我们没有 逆中效果 我们抓不到的话 其实盖的 做了也是白做 美军F22 也是下一代的 对 那个整个红外线的 低豆的 侦测夹杀 对 那上一代的 是 我们只能讲说 F16B 也有了 借我们 借我们 借我们研究了 是 所以这个95 但是后面就是推力嘛 是 那推力的话呢 基本上呢 大概我们以前厉害的是什么 就是F 那个当时IDF呢 给你若是若普的 推力很小 对 我们就把它变成两个发动机 对不对 那两个发动机 装到F16的那个 基本的架构里面的时候 发现不行的时候 我们把它弯一弯 结果 进气口的立中 F22 F35 我们台湾 台湾最后就是魔改 魔改 对 所以接着魔改 但是你说直接把F22 F35拿给我们 不容易 但是 记得我们的 所有的 国家 国防工业的发展 都有一个 70年来的准则 当我们做到90%的时候 美国就会卖给你 美国就会卖给我们 是是是 这种是叫 人住自住 人住自住 那我们请一下 这一翔来到这个电子机前面 因为重要是这样 我们当然做了那么多 我们原则上 我们的最主要的战略的敌人 就是中国 我们要确保台湾 面对中国的侵略 我们有抵抗能力 诶 庞贝奥你的老朋友 台湾的老朋友 对 也是你的老朋友 现在主张啊 要发展 对冲部队 我第一时间看到 对冲部队 我想是对冲还当冲啊 实际上搞股票 是不是 你说不对 对冲部队是个 我本来以为 是不是对冲省的部队 对啊 但你说对冲部队 是一个专有名词 是类似于大量的 无人机跟无人机的作战啊 来我先讲一下 因为 蓬佩奥大家都很熟悉嘛 我们美国的前国务卿嘛 大家都很熟悉啦 我也很熟悉 大家都很熟悉啦 对蓬佩奥有正面印象的网友 按个赞好不好 因为确实他任内 对台湾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喜欢蓬佩奥的刷一盘爱心好不好 那很多人不知道 他虽然是前美国国务卿 但他还当时有一个身份 川普任期结束之前 很多人认为 他是地下美国国防部长 对 太多国防的决定 国防的事务 因为他是军校毕业的 对 而且过去其实也当过美国的军官 他要瘦很多 又瘦很多 现在好像稍微微胖 回来跟我一样 那重点是什么呢 这好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蓬佩奥 因为美国国内确实有传说 未来如果川普回来的话 他会不会做这个 下一任国防部长 这是一个可能性 因为川普 在最后面几个月的时候 确实国防相关的决定 是越来越依赖到蓬佩奥 所以我还特别看到 蓬佩奥近期还特别去日本 你看大王有一张爱心 你把这个结一下 传给蓬佩奥 我会传给他 我会让他参考一下 上字幕 我们台湾914克苏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喜欢他 而且我觉得914克苏的朋友 是代表我们全体台湾人 真的非常喜欢蓬佩奥 年轻台湾人的名义 尤其是台派 那蓬佩奥的部分是这样子 他最近跟另外一位哈德逊 其实哈德逊还有一个人 大家记得余茂春 余茂春也叫哈德逊 所以他跟哈德逊的一位学者 共同写了一篇文章 在国会山庄 大家知道国会山庄 是一个很特别的报社 它并不是美国大众民众会看的 就是说一般的市民不会看 一般的民众不会看 但是国会议员 美国的政要 美国的政府部门的官员 大家都会看这个国会山庄 他写了什么东西 他说我们美国花了这么多钱 但是依然我们在防卫台湾上面 我们确实中国是越来越有 相关的一些利益所在 为什么呢 台湾实在太远了 美国国防预算已经 我跟他说八千五百亿美元了 这是三 应该是我数钱超 将近三兆台币 将近三兆台币了 花这么多钱 但是依然 中国 因为毕竟台湾就在中国 福建省的对面 中国的武力威胁 依然是存在 而且持续的加深 所以他说什么呢 我们要思考的是一个对冲部队 那其实对冲部队是我们翻 但英文是Hedge Force 我个人的翻译会比较用 所谓的保险部队 保险部队 有点意思是说 我可以买一个保险 那他为什么特别这样说 他说我们现在整个美国国防部 包括海陆 包括空军 包括陆军 包括海军 大家都是要针对说 我们如何遏止 中国的武力扩张 对不对 如何避免中国必吞台湾 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势力也在增加 而且中国人太多了 中国人太多了 解放军很大 对 所以他说我们的所谓的保险 或者对冲部队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 不要焦着于过去传统的一些思考 跟战略模式 对 我们重新打破重来 对 打破重点 那他的建议是什么 第一个 无人机 他说过去在乌克兰 你看到无人机是发挥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无人机小小一个几千块美金 一小博大 对不对 你一个击败一个战车 可能是几百万美金的一个战力 所以因此他说我们要发展 第一个是无人机 而且是很多很多无人机 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飞对称 第二个呢 我们要运用高科技 高科技 就是说打破过去 我们只有这个航空母舰 我们只有F-22 F-35 我们只有其他的打击部队 不是 我们现在是新科技时代来临 我们要重新去思考这一点 所以这是蓬佩奥的建议 我相信了 如果未来他成为美国国王部长的话 可能也是朝这个方向去运作 那再来呢 其实就讲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很多 因为为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保险 或者对冲部队 基本上 我说就是飞对称的概念 对 那只是飞对称更广阔的去使用 其实我们国军这几年 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下 也就是往飞对称去运用嘛 对不对 包括几点 包括我们的所谓的 微型无人机 其实我们微型无人机 是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你知道吗 因为这很多都是国产 恶物战争也有我们的无人机 只有我们有一位前总统 认为说对岸的无人机很棒 去大疆 你知道大疆美国好多部会 都禁止使用 对啊 因为他怕有资讯收集 完全禁止用大疆 对嘛 那所以我们国军 不可能用大疆无人机 不可能用中国无人机 所以我们去发展自己的 所谓的微型无人机 那微型无人机 包括我们特长包括我们的防防炮部等等 都有优先去配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照片这无人机其实已经在用 你看已经有320家是筹获在 这个陆军司令部这边 空军司令部也将筹获315家 所以确实 所以确实是越来越多 但我跟大家报告 无人机只是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台湾 真的应该也要参考 蓬佩奥说的 就是说我们买个保险 为什么呢 我们花了很多钱 依然还是在大型的武力上 我们买了新的F-16V 还有MYA2T 还有新的简舰等等 这都是对的 为什么 我们国军势力要扩大 但同时我们应该也要花多一点钱 去处理非对称这一块 因为确实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这个一个军舰对一个军舰 一个战机对一个战机 跟中国竞争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零和游戏 所以因此 我们应该也重新打破重念 去思考一下 包括这个无人机 我们现在320架 未来是不是可以加三个零 对不对 好 加三个零了 我觉得320架真的是太少了 加一个零 加一个零至少 3200架 或者至少三万两千架 或许这个都是更大的一个运用空间 没那么多操作员 对 但是是有 JIA 他什么操作员 所以我就帮你补充一下 美军正在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 叫做那个 F-35有一个无人疗机 SQ-67 他们发现说 美国最强是什么 福特汽车T型生产链 对 所以他们现在要把T型生产链 拿来做无人机 是吗 那大量生产就有人办 你知道美国那时候 在二战的时候 它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轰炸机吗 那轰炸机叫做B129 对不对 你知道原本 它是本来想说 一个月只能做一架 对 放一边一周一架 一天一架 变一个小时一架 他把所有民营企业就东进去了 对 你生产线建立出来 它就是一架一架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 往这方向施口 但除此之外 也是我们的飞弹 我们的这个反舰飞弹 这几年来也大幅大幅的增加 所以我想 我们确实也是朝向 这个所谓的对冲部队 保险部队也好 或者是非对战战略也好 有所发展 我相信这也是台美 未来在安全上 得发展具有高度潜力的领域 是 非常谢谢宜翔分析 确实啊 对我们来说 人住自住嘛 对不对 你自己要努力 别人才会看得清你 以上这么多精彩内容 都在今天九十一号客树 跟大家讨论 如果喜欢节目的话 每周一到周五十二点半到一点半 请大家准时收看 谢谢大家 拜拜